追光把哥哥 重返21 你21岁的时候在做什么 21岁的时候 我还没有 没有 没有接过任何德云社以外的演出 那个时候那些年刚火 我基本上每天都在飞 21岁的时候 我在念大学 然后在购物台做模特 我在广州上大学上大三 正在参加 我燃烧不上你的海雪 我21岁好像是我还 我还没有出道吧 出道前一年 21岁的时候在海外 然后在不停的训练 努力出道 刚来北京 没什么事做 跟身边的朋友 帮他们拍拍视频什么的 21岁的时候 我刚刚来北京 参加男团的训练 在网络上 在广州拍平面火了一下下 就是那个时候的网红 是因为像山下之久吗 也有很多人说过 你觉得什么样的表现算是红 通告不得 买家认为你很好 艺人是一个买家秀的一个状态 就是有人愿意去请你 就代表你红 你有价值 你觉得自己最红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太子妃刚播出的时候吧 我一直都不红 所以期待这次21岁红一次 你还不红 30年前都爆车追你们了 这要被人说 我没怎么最红过 你知道你的好兄弟怎么回答吗 我自己最红的时候应该是未来吧 差不多啊 有哪些表现值得期待一下 我没有红的时候 没有被人认出来的时候吗 那我可太红了 我目标太大了 哎呀我也不愿意 有哪些红的表现 那个时候有很多身边的人会在朋友圈发说 哎太子妃这个剧怎么怎么着 还挺好看 好搞笑啊 剧组怎么怎么样 我就会意识到 哎他们在看我演的戏 就是觉得哇红了 就是有种特别真切的红的感觉 有种当演员被认可的感觉吧 红的表现 那就是完全就剧本看不过来 就忽然之间画一下一二十个剧本摆在你面前 然后还有就是你所有的 就是你的档期就会非常满 就是每年到固定的月份 都是各种活动 各种颁奖礼也好 就是你几乎每个都要走一遍 有时候一晚上我赶完这边的场子 脱了一下衣服就要去那边的颁奖礼 对就属于这种状态 其实就现在的这一批 现在这个年龄二十多岁三十岁的演员 正好现在就是这个阶段 游走在各大颁奖礼跟时尚盛典上 其实我们也原来都是曾经也是这一路走过来的 最最红的时候 应该就是终止一班刚发出的那一伙 还有搭配飞人海那时候成团的时候 发布那一段期间停火 开了数十场的各个城市的巡回演出演唱会 你走到哪儿大家都跟你标战力指数 你在便利商店买碗泡面 人家也要跟你标战力指数 从哪个饭馆走出来 人家也要跟你标战力指数 是怎么回事呢 一天到晚叫我把锅拿出来怎么样 怎么样我是厨师吗 就追出来 最后我真的是跑给他追喔 我说真的这是真的事情 然后就真的欸 我要模仿一次喔 那种你在逛街干嘛走走走 突然远远处有一个人一看到你 你就 标正立吧 怎么回事 是有摄影机吗 还是怎么样 就跑啊 天哪 真的是要跑哎 不然他真的 就是跟你 跟你 PK 那时候理解工作的安排吗 那个时候不了解 真的是不了解 那个时候刚刚出道 所有东西都听公司的安排 包括回答问题 我得我都得按照 公司写的答案来告诉你 对 不知道要怎么说 前几天开始 我才开始 我知道我可以说 我自己想说的话 我可以做我自己 你觉得自己当时 有好好对待自己的红利期吗 还没有发生不知道 未来可能会吧 没有 那时候可能都太轻死了吧 就会觉得说 自己好像很红啊 或者什么的 其实完全没有 人都有这一个时期 你知道吧 我个人认为 谁也别吹牛 就突然有一天 你从一个默默不闻的人 你突然有一天 变得自己强大 是个人 他都会有眼神飘了的 哪一个时期 只不过那个时期长 或者短 或者飘的太高了 我干什么都对的 反正我有各种戏牌 我随便演 我怎么演都是对的 都有那一个时期 我一样那个时期 整个都是这么经历过来的 因为觉得自己 不用付出任何的 得到的相对于比较容易 就没有那么难的路走 如果把那个时期的我 换成现在这个时期的我 那我就觉得完全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有也没有 我之前也没有那么多通告 只不过有一个通告 去了我确实也没走心 然后出了一点点小状况 别人跟我说的 说你师父当时跟人家争取了一下这个机会 那点我的想法就是 我师父能为我去跟人说再给少鸣一个机会 我觉得他们 哎呀 特别心疼 我为什么不努力 为什么态度不端正 然后让我师父去跟人说这话 你这太没必要了 你这还小吗 当时我还并不感觉 还有争取这个机会 我就好好把握 经过这个事情 是不是工作态度就有了改变 我就开始 觉得就是对每一次机会都 都很把握 我要认真的完成某一件事 给人留一个好的口碑 我不要给我师父丢人 那我那时候也挺真心 因为我们在做模特儿的时候 我又一边就是在上大球 一边可以赚钱 我每次要去 就是去那个购物台做模特儿的时候 我都特别开心 我今天 我知道我今天一来一回家 我又有钱来 其实好好对调了吧 因为在那之后接的戏 就是一直在接戏 而且有一段时间是受伤了 我也还在剧组 我觉得是 我是认真的 就是摔骨折了 就是右脚 你现在跳舞的时候影响吗 跳舞我不知道 但是有的时候走路会 突然疼一下那种 但也不是后遗症 可能老了就会一直 对 现在已经开始疼了 其实挺 挺心疼那个时候的自己 因为那时候其实是 超忙 走到哪 隧道 因为那时候是 飞润海 然后还有拍戏是尬在一起 只要你没拍戏 就是录音 拍MV 周末就签唱会 你一到五在拍戏 然后周末在签唱会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什么 周六周六 艰辛吉 也不知道 上工下工 收工就是去 唱片公司 练习 唱歌 练舞 对然后 周末就是表演 因为没有什么时间 真正的去睡觉 真是走到哪可以睡到哪 就是车上这样 就睡着 人家在化妆的时候 就是这样 帮我们把那个大东人 头都架住 因为他睡着了嘛 就是一直这样 架住 然后在那边化妆 弄头发 好 下一位 然后下一位也很累 然后架住了 重返21岁 在想做什么 重返21岁 我可能会去学跳舞 执念 不瞒您说 我其实 因为那时候学美术 但是向往可以做一个 彩妆大师 你知道 来来对焦对焦对焦 买买买买买 老妈舍 对就是 其实想当一个造型师啊 彩妆师啊 或是三妈斯 托尼老师 不当艺人 去体验一下别的嘛 当那种贝尔 那种吃昆虫的那种 去冒险家 当艺人不影响 可以和贝尔一块去冒险呢 那我还是想演出 搞不好真有节目 回头找你跟他一块去冒险 我瞎说的 不要当真啊 各位 不要说回到21 回到19 我回到17 18 我可能会做一个 更 更向上的一个人吧 你一直很向上 但是你没看到 萎靡的我 说实话 之前看到您的奇装衣服 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会接受 穿成那样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我出了专辑 那个专辑叫做签面 我觉得我是一个 以核心做事的人 就是当下该做的事情 勇于尝试 而不是说 他穿成这样 他就是心态就怎么样 不是 那个只是那个阶段性 我是秉持的做一件事情的态度 我不能说我很勇敢 我只是说 我做自己最快乐的事情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我 我没有任何可以后悔的 我认为我走过的每一条 每一步 都是我想想要自己选择 没有人逼我 如果重返21岁 最想对自己说什么 或者做什么 好好保持身材不要胖 你真是无忧无虑啊 哇塞 那时候真是无忧无虑 当时觉得自己无忧无虑吗 当时不觉得 选择没有错 当时还有毕业大戏 自己去争取了那个男一号 得到了 这个时候 就因为去那个就放弃了这个 你那时候太拼了 拼得有点伤到自己了 练习是要是有逻辑的 不要就是盲目的努力 孙子 开玩笑 就觉得还好你坚持来了 因为你这个坚持背负的不是因为自己的梦想 而是妈妈的梦想 当她有一天看到我真的登上了我们家那个大舞台的时候 她就哭了 她跟姐姐说 希望我帮她走完她没有走完的路 妈妈最近有看你的舞台吗 看 所以说 想对那个时候来说 还好你坚持下来 因为现在成为了全家的骄傲